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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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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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由苏州市计量测试院筹建的国家平板显示产业 计量测读中心 适量测读中心 适量测读中心 国家平板显示测读中心 苏州总建筹面积6000平方米 建有光学测量 显示器件标准和检测等多个专业实验室 将为苏州平板显示产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以前呢 我们的计量测读可能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现在呢 我们理念发生了变化 我们主动的走出实验室去找到企业 找到产业 把他们全产业链的计量测试区全部找出来 这样呢 我们整个的计量就跟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 目前 沽苏区正在推动北部经济区一体化创新发展 今天 沽苏天安云谷举行重点项目入园仪式 活动现场 博鳌纵横 国科美润达 山口智能科技 云州集团等一批公司集中入园 这些公司分布于科技创新 医疗器械等领域 位于金昌新城核心区域的天安云谷 是沽苏区重点打造的产城融合示范项目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30万平方米 将围绕科技研发 健康教育 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等产业 发展成以高端科技创新为主的智慧园区 目前已有近40家企业入驻 在我们的2737建设当中 主要是以总部经济为主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5G加等等 推动北部经济区的建设 我们应该征作排头兵 沽苏区在推进北部经济区一体化创新发展当中 除了重点打造天安云谷等总部经济外 还将围绕二类口岸 对外贸易方面进行战略性的布局 以此来带动苏州整个沽苏区的整体经济能够助强助大 相信未来在苏州历史文化民生保护这个民平的继续插量助强的基础上 经济围绕北部的整体发展将会迈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日前 苏州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出台 此次苏州高新区出台的区级孵化器专项政策一大亮点是 以真金白银加大对各级孵化器的扶持力度 首次对区级孵化器认定给予100万元奖励 目前 苏州高新区已累计货币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第16家 形成以苏州创业园 浙大苏州工研院等为代表的一批 国家级省级孵化器建设培育梯队 下一步呢 我们将继续围绕创新驱动发展 形成重创孵化 加速的机制 引导科技企业孵化器高资料的发展 今天起 苏州交警部门在全市范围内 对其电动车戴头盔进行全面管理 上午在苏州高新区诗山路长江路路口 多位骑电动车未带头盔的市民被交警拦下接受教育 出门的时候头盔没拿 我拿了 而这位外卖送餐员明明车上有头盔却没有戴上 根据公安部门的通告 积极倡导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 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 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对于快递 外卖等依赖电动自行车配送的企业行业 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需模范佩戴安全头盔 我们都是宣传教育 劝导 目前这个方面我们抓好路士 现在目前不处罚 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嘛 我觉得这个带户户还是蛮重要的 江苏交警近期发布数据显示 电动车新国标实施一年来 电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但因颅脑损伤死亡的人数 高居亡人事故总数的69% 据了解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 将进行二审 草案已规定 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 均应佩戴头盔并设置罚则 根据罚则可以除警告 或者20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近日 位于苏州相城区望庭镇一家民宿 拿到相城区首张旅游民宿备案登记证 下午在相城区望庭镇的 墨设人文主题民宿里 负责人陈建正在临摹着书法 墨设民宿将中国水墨元素 和书法笔墨间的东方意境哲学 融入于江南水乡的田园居室当中 所有房间与节气命名 打造了11间风格迥异的精致客房 房间采用名窗设计 可进来远山进水 油菜花田 这边虽然是民宿 但是环境硬件方面的条件 都达到了酒店的标准 住着很舒适 很温馨 近日 墨设民宿就拿到了相城区 首张旅游民宿备案登记证 这个对民宿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也为民宿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明确了我们的方向 有助于民宿行业的推动和发展 据了解 今年相城区出台了 民宿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 开展旅游民宿试点 加强旅游民宿经营者业务水平 力争每家民宿均持合法身份证 开门迎客 从消防 治安 卫生 食安 环保和经营等方面 做出明确规范 谋划制定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等计划分 与评定标准 引领和带动旅游民宿整体品质提升 今天 很多人都会向自己的母亲 表达一份爱意 虎秋街道观景社区的侯小琴 就为自己的婆婆和奶奶 定制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谢谢 我们叫美女送花来 奶奶 我们回来了 每年的今天 侯小琴都会给自己的婆婆陆秋萍 献上一束鲜花 而陆秋萍又会把这份爱意 再传递给自己的婆婆王阿大 这已经成为一家人心照不宣的传统仪式 就在前两天 侯小琴还特意带上婆婆和百岁的奶奶 去拍摄了一套婚纱艺术亲子写真 我奶奶这一辈子她也没穿过婚纱 我说我们去拍一个就是亲子照 我说我们三代媳妇 因为我们三个不同的姓氏 组成一家人嘛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好的 奶奶王阿大今年已经101岁了 由于跨步摔坏 生活起居一直需要人照料 婆婆陆秋萍每天为她梳头 洗脚 烙家常 变着花样准备她喜爱的饭菜 十几年如一日 这份任劳任怨的孝心 让侯小琴感动不已 我婆婆对奶奶真的是很好很好 然后就是把奶奶也是当成自己的妈妈对待的 所以我从我婆婆身上也学到了很多 如今侯小琴家四代同堂 其乐融融 一大家的幸福和谐 来自于每个家庭成员 对爱的接力传承 为贯彻落实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院检尽检的工作要求 日前苏大副医院发布患者及家属告知书 要求自5月7号起 择期住院患者在住院前均需完成核酸检测 今天中午 带着父亲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验的报告单 市民吕先生帮父亲办理好了住院的相关手续 很有这个必要 根据规定 你住院治疗的患者需提前一天进行网上预约 由门诊医生开具相应的核酸检测单 再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检测 同时你进行门诊手术的患者 以及有发热 可疑流行病血史等门急诊患者 也需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那么我们医生等看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病人收到我们病区的单人间 然后再完善血肠规 C反应蛋白 还有胸部CG的检查 如果这些检测没有特别异常的话呢 我们会把它嵌入到多人间 此外苏大副医院也将严格执行病区管理措施 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患者原则上不允许陪护 确实因生活自理困难或病情需要的 每位住院患者只允许有一名固定的陪护人员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苏州各大商场饭店迎来了久违的人气 旅游业 这个在疫情期间几乎停摆的行业也逐渐复苏 本周关注 我们一起跟随旅游从业者脚步 看看他们的坚守 与变革 平行词边形有没有学过 听说过 学过 听说过 其实平行词边形和长方形有点像 对不对 如果它的边是斜的 这个五一 周立平的旅行社重新恢复街团 因为出入境和国内人员流动还没有完全恢复 她把目光投向了本地客户群体 全新开发的亲子游产品一经上线 就受到家长欢迎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 比以往我们参加过的任何的就是这种旅行的团队来说 更加适合小朋友 就经过疫情之后 他们把一些快节奏的生活 可能就是会调整到慢节奏来 所以我们感受到最真切的一点 就是深度的这种亲子的蒋姐夫 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 创新尝试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馈 这让周立平常舒了一口气 事实上就在三个多月前 由于疫情导致全国旅游业停摆 周立平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退单 退房 退票 春节期间 周立平的旅行社没有任何收入 每月还有五万多元的支出损失 不仅是线下旅行社 线上旅游平台同城集团 也遭遇了同样困境 以2019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 6.5万亿元来看 每停滞一天 全国旅游行业平均就损失178亿元 面对冲击 身处寒冬的旅游行业 遭遇到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 我们整个行业 我们都在展开生产自救 我并不是说 我等着坐在地上 摊在地上 我等国家来救我 在挑选这个目的产品的时候 我肯定是 首先先要想到 它跟我的旅游有关系 我愿意把这么一个想中的地方 然后跟我需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能够有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的 旅行社开不了张 周立平做起了直播带货 在他看来 就算做卫商 也应该做旅游家卫商 卖旅游目的地的特色产品 于是他想到了以前 带旅行团去过的浙江省 盘安县 哈喽老铁们 我现在在盘安的香菇园 这个产地是这个样子的 跟我们想象当中 是不是不太一样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可能第一 我做不好 因为我不熟悉 我自己都不是一个 就是经常去菜场买菜的人 很怕客户就是误会你了 说你是不是就为了现在吃口饭 然后你就拉着来 里都是菜 什么都卖 虽然心理上有落差 但令周立平意外的是 群里的客户们 因为对盘安山水的神网 购买起特产来毫不吝啬 短短两个月 周立平就帮助25个旅游目的地 销售了30多种特色农产品 总量达到1700多斤 2月5号 吴志祥向全国旅游行业 发出一篇文章 以一名旅游老兵的战役字数为题 呼吁全行业一起想办法共渡难关 对外 他在集团启动两亿元危机保障金救助计划 为用户 旗下商户 乃至相关中小企业 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内 他召集集团旗下各板块联动 主动探索自救增效措施 当天下午我们就进行了调整去卖防疫产品 大概一周大概一周 整个一个卖防疫产品的销量都是上升的趋势 除了防疫产品 疫情期间居民出游的需求暂时没有了 但是居家生活带来了各类需求激增 特别是生鲜配送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同城紧急调整战略 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新的业务领域 服务社区百姓的同城生活 已成为目前企业最大的增长点 今年疫情其实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月 月对月就是百分之百的增长幅度 这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现在同城生活一天营收一个亿 快速从旅游到生活电商完成了这个转型 我们今天晚上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千万不要走开 趁着姑苏八点半夜经济的东风 吴志祥也在不断学习 如何与用户更有效的沟通交流 直播就是他的最新尝试 董事长化身带货主播 卖景区门票 卖酒店住宿 新的形式 新的表达 进一步拉近了平台与用户的距离 我们没有坐以待毙 我们没有消极等待 我们积极地行动起来 生产自救 然后去创造性地去为用户再提供全新的价值 你有个很长远的目标 你就会做急 你就一步一步跑下去 其实创业是一样 你就是要敢这个威中求机 就是要敢打破常规 就是要敢逆向思维 就是要带领团队去突出重围 去绝处逢生的 都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危机之下 有人为难而退 有人苦苦坚持 疫情发生之后 旅游业是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漫长的寒冬 考验的不仅仅是人的意志 还有各自的储备和再出发的本领 只有练好内功 善于抓住危中之机 才能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好 本周关注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日前市污染防治 攻坚站指挥部办公室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对工业园区东兴路周边 环境状况开展暗房检查 发现群兴院三区路段 东兴路南侧 DK039项目工地 阳城污染防治 管理粗放 措施缺失 污染严重 附近居民反应强烈 在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施工现场 市乌防攻坚办工作人员发现 施工现场虽配有雾炮机 喷林设施 但均未建使用 正在进行基础开挖的施工现场 大面积的工地裸土 没有进行覆盖 厂内主要道路也没有进行硬化 只是铺设了钢板供车辆通行 钢板上厚厚的基尘 只要车辆经过便翻腾而起 阳尘漫天 来到工地出入口设置的洗车槽 水槽中洗车水 早已是浑浊不堪的泥浆水 洗车槽成了摆设 车辆带泥上路情况不可避免 同时在暗访期间还发现 工地土方运输车辆 基本没有实行密闭运输 超高装载现象严重 在该项目西侧 市乌房工坚办工作人员发现 临时堆土厂积存大量土方 高度甚至与周边居民楼齐平 并且都没有有效覆盖 堆土厂进场道路及周边临时变道 也没有采取降沉一沉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 市乌房工坚办已向苏州工业园区 印发多半单 要求必须深刻认识 阳城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 持续加强压力传导 下狠心用时招 加快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要不断加强工地监管 建筑施工工地 阳城污染防控措施 要做到六个百分百 已经是老生常谈 如今在市区 仍被暗访到如此糟糕的现场 实在是令人惊讶 究其原因还是责任二字 只有项目各方 真正主动肩负起 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 同时属地职能部门 进一步加强监管 才能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好 下面来看一组简信 日前是工信局发布 苏州市2020年 信息网络新基建的工作意见 全年新增投资40亿元 新建5G基站1万个以上 年底累计建成1.57万个 数量领先全省 今天零时至5月31号24时 沪宁高速公路 无锡硕放枢纽 至苏州北枢纽 南京往上海方向 将实施路面养护作业 期间采取半幅封闭 交通管制措施 车辆禁止通行 近日 中国足协公布了 中国女足新一期集训名单 苏州籍运动员李孟文入选 本次国家队集训名单 共25名球员 球队将于5月12号至28号 在苏州进行新一期集训 备战东京奥运会 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 好 今天的苏州新闻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你也可以关注苏州新闻微信 和看苏州预逼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